新竹尖石箱 御峰村聳立的李洞山 海拔1914公尺 当地泰雅族人称之为打绵 新元1910年 日本政府为了抢夺丰厚的山林资源 透过爱永县推进 进一步前置山区原住民族 李洞山事件就是北泰雅族人 最后一次大规模联合起来 反抗日本军警的抗争 位在新竹和桃源交接处的打绵 是战争重要抢攻据点 当时泰雅族各群之间形成攻守同盟 为了广群 格纳西群跟郭元等群 团结起来迎战庞大的国家力量 最终还是因为资源不对等而战败 这其中的历史记忆 或许已被许多后代淡忘 担心了国小今年毕业 不是到外线市郊游 而是带着学生以庄严肃木的心 实地走一趟传说中的打步 那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牺牲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 他们的肉体 他们的所有的液体 没有带的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要去悬化 也不要去很大声 亚族北台湾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战役 这个历史战役当然除了对以前的 不管清朝甚至于到日本占据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泰雅族人 为什么不怕死愿意保护这个土地 保护我们的整个家园的那一种精神 我要让小孩子从以前的古的照片 古时候留下来的照片 跟我们现在实际走在这个里面 也让小孩子能够感受到这样的精神 除了新乐国小24位毕业生 超过80岁的齐老也一同上山 讲述打工事件过后的史实 日本政府更进一步分化 马里光群和格拉基群泰雅族人 奏成两社群间内战长达9年多 日本人他们提供武器 给马里光的格拉基打 这样打来打去 对啊 对 是为了是日本因为我们有抗日 他们施很多 他们要报复 去用这样的时间来自己消灭自己人 这样啊 结果我们还是聪明 和解以后就 大家就还是在一起 因为一个误杀事件产生的一个 两个族群的不断的对打 将近快十年 这么长的时间 那为什么到这个会和解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办任何的仪式活动 它其实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就是 我们都要彼此的尊重包容 甚至于分享所拥有的一些资源等等 所以这个是泰雅族很美很美的一个精神 这么快 休息一下好了 来 快点下去了 还休息耶 好压力 就快到我们边 从登山口一路上坡 一步一步感受熟悉却又陌生的打工 孩子们也有了新体育 来这里可以让祖先看到 我们又来他的地方看过 他们之前打仗的 我们去学习我们以前 我们泰雅族去抗力的那个精神 因为以前日本人他占领了我们的土地 然后我们就为了不想让他们被控制 所以我们就去战争了 牺牲了自己的血 终于爬上打蹦山顶的古堡 透过古堡墙面的炮台 还能一窥当时战争堡垒痕迹 就在充满祖先血语类的古战场遗迹里 老师们一一为毕业生戴上 泰雅族传统头戴 期许永远都不要忘了自己是谁 你们戴上荣誉的头戴 希望每个小朋友 永远要记得你是白白了 好戴完之后我们期许 我们的妈妈们老师们跟我们的女生 原始新闻喜故已故新竹坚实采访报导 我们的未经许完 谢谢大家